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四百接曆 就是起跑點 起跑的位置 就是在接曆區前方5公尺 然後大概差不多 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就是交棒的人離你26公尺的時候 你就要可以起跑 這樣子剛好你加速到 你加速到每秒10公尺 又接近接曆區的最邊邊的地方 他剛好追上你跟他把棒子交運 不過這樣做很危險 這樣做比較非常危險 那這個也是假設的題目 真實的狀況 我們上個禮拜有稍微看過了 就是真實的狀況 他差不多會在接曆區前方 大概5公尺到8公尺 不一定 因為他要看那個交棒的人 交棒他的速度的狀況 所以他大致上會在接曆區前方 會起跑 然後大致上差不多是離8到10公尺 這樣的距離 不一定 也是一樣要看交棒的人速度怎麼樣 他能不能追上 你有沒有足夠的距離加速 然後他又可以追上你 所以這個就是平常必須要去練習的 必須要練習 那舉這個例子 只是讓你能夠比較清楚知道說 即使你要加速的話 你要讓你接棒的人跟交棒的人 速度要一樣 你必須要足夠的距離去加速 所以你不能夠在接曆區裡面開始起跑 這樣子的話加速的距離是不夠的 你必須要出到接曆區外面 然後開始加速 進到接曆區之後才能夠完成 順利的那種相對速度制定的那種交接棒 那我有說過 上次有講過說 這樣子差的話 可以差到將近 可以差到將近快20公尺 如果速度很快的話 交接棒很好跟交接棒很差 他那個差可以差到20公尺以上 甚至以上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是對一個 對大VD來講 你有很多棒次要交接 那個每一棒如果差20 那個十幾棒下來就差半圈以上 也就是說你 即使你跑得比較慢 你總成績跑得比較慢 可是你可以靠交接棒去贏或對棒 如果對方交接棒沒有很好的話 即使你交接棒夠好 你可以一補掉那種 好 那棒次的安排也很重要 不是說第一棒就跑最快 或者說第四棒跑最快 其實不一定 他有很多很多考驗的因素 他有很多考驗的因素 譬如說以接棒 因為接力賽是拿著接力棒跑 所以你必須要看看這個跑的人 這個運動員他拿接力棒跑的距離是多長 你要看這四個棒次他跑的距離有多長 以第一棒來講 第一棒他起跑就開始拿接力棒了 所以事實上他帶接力棒跑的距離是109公尺 也就是包含過接力區域就是以剛剛我們那個例子 剛剛我們那個說假設他在接力區的最遠端交接棒 那因為有一公尺的 兩個人的一公尺的距離 所以他總共是跑109公尺 就假設了 所以事實上第一棒的人是跑最遠的 理論上來看第一棒是跑最遠的 事實上也是 事實上第一棒應該有的是跑最遠的 因為他從起跑 他從起跑開始就拿接力棒 可是第二棒到第四棒起跑的時候都沒有拿棒子 他們起跑的時候都沒有拿棒子 都是在進接力區 已經有速度的情況下 棒子才交給他 所以以第二棒跟第三棒來講 他們事實上是 他們都是剛好跑99或是100公尺 可是他們的距離是一樣的 可是以第四棒來講 如果說他真的很順利在接力區的最遠端 他拿到棒子 事實上他只跑了90公尺 我講的90公尺是 事實上他拿棒子跑 只跑了90公尺 那第一棒的話他其實拿的是接力棒的距離是最遠 所以說 就是說以二三四棒來講 因為第一棒還有加速嘛 我們先不考慮加速的東西 那二三四棒拿到棒子的時候 假設速度都一樣的話 你看第二棒跟第三棒是跑99公尺 第四棒事實上只有90公尺 事實上他拿到棒子跑的距離是90公尺 所以二三棒反而可以 因為他跑的距離夠長 所以他速度如果夠快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比較會有成績上的 成績上的就是可以迎過人家 因為他帶棒子跑的距離比較長 可是我們往往好像都是感覺上 第四棒就是排最快的 好像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事實上不是第四棒一定要排最快 因為他有很多考量的意思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帶棒跑的距離 第二個呢 你就要考慮彎道 你必須要考慮彎道 因為有些選手他是習慣跑彎道的 有些選手他是直到的 譬如說你從他身短跑 你短跑有分100跟200 你如果本身是100的 你就是習慣跑知道的 你如果本身是200公尺的選手 你就習慣跑彎道 就是說你彎道技術一定比100公尺還好 所以200公尺比較專長的人 他可能就會選擇哪幾棒 400接哪幾棒是跑彎道 第一棒跟第三棒對不對 第一棒跟第三棒一起跑是跑彎道 也就是說他的100公尺幾乎都是彎道 第二棒跟第四棒幾乎都知道 幾乎 幾乎都知道 所以你要考慮彎道的部分 再來就是你必須要考慮起跑的技術 所以如果說這個選手 他本身他的反應時間都比人家快 聽到聲音 起跑動作 反應時間非常非常快 上次我講過一般的大概是0.5秒 那選手會很快 選手都可以到0.3秒以內 那個是真的很快 反應非常好 就是聽到聲音之後開始做起跑動作 來0.3秒之內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那有些選手會更快 他會抓那個時間點 然後他起跑技術又比別人更好 那像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 這樣的選手就適合讓他排在第一棒 就他起跑技術比人家好 他就適合排第一棒 所以說你有很多因素必須要考慮 再來就是默契的問題 因為他牽涉到交接棒 所以默契很重要 就是說哪一棒跟哪一棒要放在一起 這個牽涉到他們彼此的默契好不好 如果在業期過的時候 反正默契都不適合好 你就要考慮要放棒次 再來最重要的是語樣情節 特別是國家代表隊 國家代表隊常常會有語樣情節 就是因為都是這個國家跑得最快的 那跑得最快的人如果是良性競爭 就沒關係 那個是最好 可是呢 就有可能會出現 就是寄生於合生量 就是說既然有一個這麼快的人 就我要跟他聘 所以兩個人就會惡性的競爭 惡性競爭有時候萬一把他們兩個排在一起 那個交接棒就出問題了 如果交棒還沒交好接棒就會開始開罵 就說你怎麼沒交好啊 怎樣怎樣 害我輸掉什麼 就是說會有這種情節 所以對一個國家代表隊的教練來講 這個很重要 那我之前也有分享過說 像那種團體的比賽也是 譬如說我們國家代表隊台球隊 台球隊我們要去比賽 通常不會是單一個球隊去比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並隊 就是我會挑主力球隊 冠軍隊是主力球隊 然後我會從亞軍 季軍 其他球隊去挑我要的選手 那這個時候你的教練就要非常有智慧 你要怎麼使用這些選手 有時候會先知道戰術的東西 因為譬如說第二你的主攻守 我很欣賞他 我把他出來補他代表隊 可是我有一些戰術 我要不要跟他講 這些戰術可能只有我球隊知道的 只有我球隊知道 他不知道 而且我們就是用這個來贏他了 才拿到冠軍 所以我是不是要讓他知道 好 我在比賽的時候 國際賽的時候 我要不要執行我們球隊在用的戰術 他讓他知道之後 他就回去跟他教練講 教練 原來我們輸給他是因為他用這個戰術 所以我們就要以敏怎麼樣防守 所以有時候就會有 這個就是會有一些技術上的考量 你必須要考量很多東西 那餘樣清點 所以當一個教練不容易喔 尤其是用團隊的 你要怎麼樣去掌握你的團隊每一學人的個性 然後他們之間是不是有餘樣清潔 然後會不會有衝突 這個都 教練都必須要去處理的 所以其實他考量的因素很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剛剛我們講的 今天我們準備好了 昨天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去中間的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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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了 剛才金田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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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現在讓大家再看一次 我這一次要請大家看什麼 大家請注意看board跑第幾棒 等一下大家注意看 第二個 注意看他們拿棒子跑的是哪一隻手 注意看喔 等一下請觀察一下 我再講一次喔 等一下你看一下board是跑第幾棒 然後他們跑的時候 每一個棒是拿哪一隻手 就用哪一隻手拿棒子 看一下 第3台 第1台 最準 首先 飛車 現在 兩人 減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有沒有人告訴我波爾跑第幾棒 第三棒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跑第四棒 不過第四棒那個也很厲害 那個也是亞馬加圈的也很厲害 所以他們的考量應該是 他們應該覺得波爾的應該是200公尺 就是他的彎道可能跑比較好 所以讓他去跑彎道 然後讓那個 讓那個另外一個跑第四棒 好 你有沒有注意看他用哪隻手拿棒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他交叉 第一棒是第二棒不清楚啦 事實上他是第一棒拿右手 第一棒用右手拿棒 第二棒左手 第三棒右手 第四棒左手 你有沒有注意看 事實上他沒有在換棒子的喔 他交接棒就是交叉 就是交叉 就是右手持棒 第二棒左手持棒 第三棒右手持棒 第四棒左手持棒 為什麼要兩隻手不一樣的手做交叉棒 這樣才不會撞在一起 而且他距離可以拉得比較開 你如果不同手的話 你如果同隻手會 兩個人會舉在一起 而且他那個交接棒比較不容易 所以他都會用不同隻手 右手交左手 左手交右手 他們不會去做換棒子 換手的動作 因為換手的動作會影響 你看他們連這個都要計較喔 就是你在跑的時候 如果再換手 就是會影響速度 所以他們別這麼多計較 他只要棒子一見 他不做換手 他下一棒就是反正就交另外一隻手對不對 然後大家剛才看到第一棒 第一棒是彎道 第二棒直道 然後也看到他們在起跑 就是在接一區前方就可以加速了 好 所以你看如果這邊有四個選手 假設不考慮其他因素 只考慮這裡看到的資訊 然後你有四個選手 AB兩個選手是100公尺的選手 然後他的最佳成績 結果就是10秒01 然後C跟D兩個是 他們兩個是200公尺的選手 然後20 2003跟2150這樣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你要怎麼去排四個方式 你就知道說跑萬道 譬如說第一棒 譬如說第1棒跟第3棒 跑萬道你就是用CD兩個選手 然後A跟B兩個選手就讓他們跑直到 讓他們跑直到 那如果以剛剛來看的話 9秒95這個選手是跑最快的 你應該讓他跑第二棒還是跑第4棒的 A跟B兩個 一個是9秒9 一個是10秒01 A一定跑比較快對不對 如果說不考慮其他因素的話 你應該是要讓他跑第二棒會比較好 因為第二棒拿棒子跑得距離比較遠 我再講一次 建議賽是看你棒子 不是看你人 他是看你棒子 拿到棒子的時候這個棒子速度多快 我們常常都以為是看人 其實不是的 你如果交接棒子的時候那個棒子的速度掉下來 那整個速度就有影響 所以試試看棒子 就是你拿到手上的時候這個棒子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很即將 很即將幾秒鐘幾秒鐘 你就會是變成最快那個A選手 你就要讓他跑第二棒 因為他跑的距離事實上比第4棒還要遠 因為第4棒接到的時候可能已經過接力區中間 已經快要到 快要到邊緣了 所以他事實上跑的距離不到100公尺 好 再來呢 我們的運動有分有氧跟無氧 那有氧 無氧的話就是你使用到的能量系統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有一些能量系統可能一分鐘或30秒就用完了 譬如說你在做 你在做羊毛起坐的時候 對 你會發現 一直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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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坐到最後 你會發現你的肌肉會怎樣 不很酸 就做不下去了 因為你在用的時候就是用到無氧系統 因為要無氧系統 那無氧系統一用完之後 你就沒力了 你就要開始起動有氧 可是有氧沒那麼快 有氧沒那麼快 所以你就必須要休息 你必須要休息 等到酸痛 酸痛比較不見了 就是那個乳酸 它會產生乳酸 等到那個乳酸被去除掉的時候 你才能夠繼續再做下一次 像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你做很短的時間 你那個無氧的能力要很好 所以以100公尺來講 我們上次有說 看起來好像是領先 看起來好像把距離拉開 事實上是其他的選手速度慢得比你還快 也就是說你的無氧的持續能力比人家還差 你100公尺就輸給人家 所以我們常常覺得那100公尺是不是在講爆發力 事實上有時候它那個續航力也很重要 就是它那個無氧的動力的延續也很重要 所以你必須要去訓練怎麼樣 讓你的無氧系統的使用的時間可以擴長 可以從一分鐘甚至延遲到那個一分半 有一些比較短時間的那種運動的話 就必須要這樣訓練 好 那像這裡的話有提到200公尺 400公尺 800公尺跟1500公尺 你會發現到它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運動項目它事實上使用到的 有氧跟無氧的百分比事實上不太一樣 那你可以看到它跑得距離如果越短 速度越快的話 它事實上用到的無氧系統是比例是比較高的 有氧系統幾乎都沒有用到 好 那有一個非常特別 其實這個選手他跑快 他是屬於短距離還是長距離選手 事實上是跟他的那個肌肉的特性有關 就是說你如果去看那個短距離選手 他的肌肉肌纖維的那個顏色 大部分都是屬於快肌 就是說他的肌纖維如果你把它拉出來 去電視檢查看的話 他會比較偏白色 就是白色是屬於快肌 就是他的肌肉的肌纖維收縮速度比較快 那如果是長距離選手 他的肌肉你去給他觀察 他都是紅色的 紅色的慢肌 慢肌的肌纖維會比較多 那有研究去已經發現說 這種肌纖維的類型的改變 是沒有辦法透過訓練去改變的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透過訓練把你的紅肌變白肌 把你的慢肌變快肌沒有辦法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你跑得快的人你天生就跑得快 那你跑不快的人就不要氣寧 因為你本來就跑不快 你本來就跑不快 你再怎麼練就是跑不快 因為那個就是你肌肉 也許你會進步啦 也許你會從100公尺從20秒進步到15秒 可是你沒有辦法再快 因為你就是這樣 你的肌肉纖維就是只有這樣特性 你沒有辦法像跑到10秒裡面的那些選手 他那個肌肉的纖維就是比較不一樣 他的快肌比較多 那像這種的話就是牽涉到選材 選材就很重要 你怎麼要去找到適合的選手 適合的人來從事這家運動廂門 好 那比較長距離 中長距離 我們上次有講過他的跑步模式 比較不一樣 腳跟著地 然後腳後跟往後抬的話 大概到膝蓋的位置他就會向前擺 然後還有就是他身體會稍微比較直 沒有前傾 就是因為他要讓他的運動時間拉長 所以他不能夠讓他的運動是比較耗體低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填賽的部分 那填賽的話有分跳步跟直步 那基本上填賽就是看距離 或者是說看拋子 那他的拋子的話就是 如果是跳步是看人體的拋子 就是人體是相當於一個被拋子的一個物體 然後直步的話就是器械的拋子 那人體的拋子就包含跳高 撐竿跳 跳遠 三七跳這些 就是說人自己本身變成一個拋物體 那直步的話就是人去丟器械 然後讓器械變拋物體 像鉛球 鐵壁 鏈球跟標槍 那直步的部分比較牽涉到很多空氣動物學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不討論 因為它真的蠻複雜的 所以我們就只講大家比較熟悉的跳步的部分 好 那之前我們在講基本理論 我們有講過說決定拋物件的因素 大致有這幾種 就是你要出手的時候那個速度是多少 然後你拋出去的時候那個角度是多少 那我們有講過說最好的角度是45度 可是如果你的高度 如果你的拋子的高度 拋子的高度比落地點還要高 拋子點比落地點還要高的話 它這個角度就會比45度還要小一點 好 然後拋子速度的部分 水平速度就決定水平距離 然後垂子速度就決定空中停留的時間 你必須要有這些概念 水平速度會決定水平距離 然後垂子速度會決定你空中停留的時間跟你的高度 你必須要知道這樣 你才知道說你到底根據不同的項目 你的拋子速度到底要多少 角度越小水平速就越快 所以速度越小 你拋子速度越大 就是投射的那個角度如果越大的話 當然水平速就越小 所以速度就越大 好 再來講跳高 好 跳高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們把跳高整個技術呢 我們會把它分成三個高度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高度 第一個是H1 H1就是你要起跳要離開地面那個瞬間 你的身體重心跟地面的高度 這個叫H1 起跳離地瞬間你重心的高度就叫H1 H2就是你離開之後你身體在空中 你的人體變成一個泡物體 泡物體開始往上飛 然後形成一個泡物線再往下掉 然後當你飛到最高點 就是你身體直向中心到最高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高度 重心成空的高度 從你離地瞬間一直到最高點 泡物線最高點這個距離叫做H2 這叫H2 那H3就是你重心的最高點跟你桿子的距離 因為你最後的成績是看桿子 不是看你的高度 不是看你中心的高度 是看桿子 所以你就看這個是多少 只要是H3 所以你的成績就會是H1加H2 減掉H3 對不對 你的成績就會是H1加H2 減掉H3 所以你怎麼讓H增加呢 你從這個公司來看 你怎麼讓H增加 你就是增加H1 對不對 增加H1 那我們來想想看 起跳離地瞬間 重心高度怎麼樣讓H1變高 怎麼樣讓H1變高 想想看 如果跳高離地瞬間 你怎麼讓你的身體中心變高 什麼因素會影響 身高對不對 身高第一個是不是會影響 所以你注意看 跳高訓練都怎樣 都很高 現在頂尖的跳高訓練幾乎都190以上 幾乎都190 很少看到17級的 17級基本上已經吃虧 為什麼你看你17 你17級跟190 就差人家十幾公分 人家不用跳就已經高你十幾公分 是嗎 懂嗎 不用跳H1就已經高你十幾公分了 那你還跟我比什麼 你練得再好都沒有用 所以這個就是又牽成他選材的東西 你就不需要找這種高度夠高的 還有嗎 如果說身高已經沒辦法了 就是這麼高了 那我可以透過什麼方法 那我離地瞬間 我的身體中心可以比較高 那這個圖給你提示喔 你可以做什麼動作 你看他做什麼動作 他做抬腿 對不對 他把腿抬起來 然後呢 有的會把手怎樣伸起來 所以他在起跳的時候 他腳抬起來 手會伸起來 他腳抬起來 手會伸起來 他的重心就被拉高了 所以他的H1就會增加 H1就會增加 那H2跟什麼有關 剛剛講過這個高度跟垂直速度有關對不對 垂直速度又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肌肉你蹬地的時候那個爆發力啊 所以H2會跟你起跳最後幾步 你怎麼樣很有技巧去使用你的肌肉的爆發力 下肢的 下肢的肌肉的爆發力 然後蹬地 然後可以產生一個很大的垂直的速度 當然這個還包含水平 因為等一下你看比賽的影片 你可以發現他們事實上他們的拋線 不是一個很大的拋線 他事實上拋線是有一個水平距離的 有些選手甚至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他是有一個水平的運動 他有一個水平距離的運動 他不是單純上下 不是單純上下 所以他們就要抓得很準 最高點剛好在開始這個地方 當然就可以透過練習 就可以透過練習 好 H3呢 你看 H1加H2-H3 所以H3越小越好 對不對 越小 就是越離竿子越小越好 可是離竿子越小就會怎樣 就會碰到竿子啊 所以怎麼樣 我只要讓H3變什麼 負的 我如果讓H3變負的是不是更好 負負得正嘛 所以我如果讓H3變負的 我這個H就會更高啊 好 就更 啊怎麼變負的 所以你注意看 他們起跳的 他們過竿子的動作是怎樣 是倒U之形的 如果倒U之形的話 他的質量中心會在身體外側 會在身體外側 所以當他過這個橫竿子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質量中心是在桿子下方 他的質量中心是在桿子下方 也就是說他通過桿子的時候 他的質量中心是在下方的 是在下方 所以他的H3就變成負的 好 所以這個跳法就很特別 這個叫做Fursbury Flow 這個是1968年 1968年就是Fursbury這個美國選手 他第一次在墨西哥奧運的時候 墨西哥奧運的時候跳 然後那時候跳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誒 怎麼會有這麼醜的動作 有幾個問題 你覺得他在跳這個時候 他會不會知道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原理 我覺得他應該是不知道 就跟我們上次在講那個 講那個Jodan他那個灌籃的動作一樣 我相信他應該是不知道 他一定去試 然後試到這個動作感覺上是比較容易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為什麼之前的人不去用這個動作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動作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為什麼腳會勾到 因為你的臉是朝什麼 朝上的 朝上代表什麼意思 你根本看不到桿子 你根本看不到桿子啊 可是那種 就是這個姿勢 有沒有 如果是這個姿勢 你跳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桿子在哪裡 然後你就可以做類似像閃躲啊 什麼 類似像這樣 可是真的 他們不知道說 原來這樣子是比較好 所以 而且人體真的很厲害 真的 那個人體的那種本體感覺 真的非常好 尤其是我們流球運動員 他其實那個人體的那種本體感覺非常非常好 也就是說他跳起來前空 他其實看不到桿子 他其實看不到桿子 他都可以透過練習 可以知道他什麼時候該收腿 什麼時候該把 什麼時候該把肌肉 就腹部肌肉用力 該把腿抬起來 他都抓得非常非常準 他可以轉 即使他眼睛看不到桿子 其實他眼睛看不到桿子 他都可以抓得很準 好 我們看這個例子 你看 假設這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他用不同的姿勢敲過桿子 他的身體質量中心是不會變的 這我們講過了 沒有人 沒有一個人可以違反物理定律 沒有 沒有一個人可以違反 所以只要他跳起來 他空中做什麼動作 都絕對不會影響他身體質量中心的軌跡 所以他的最高點一定會一樣 最高點一樣 可是呢 如果你是採用這種跳法 你注意看喔 你如果採用這種跳法 桿子的高度會在這裡 如果你採用這種跳法 桿子的高度會在這裡 這個高度差 可以差到10公分 如果你柔軟度夠好了嗎 可以差到10公分 當然過桿技術很重要 過桿技術很重要 所以自從First Rate1968奧運用了這個跳法之後 大家就開始覺得這個跳法好像比較好 所以大家就用這個跳法 所以你看到的是這個跳法 你就以為跳高一開始這樣跳 不是 跳高一開始是這樣跳 你剛剛都有看到對不對 有沒有 一開始是這樣跳的 所以這個其實有時候研究一些運動史都還蠻好玩 譬如像球類運動 球類運動他整個演技 一開始是用什麼球拍 然後一開始用什麼球 一開始規則是怎麼樣 後來一直演進演進 演進到現在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你也發現其實每個人起跳點都不太一樣 有人起跳點離桿子很近 有人起跳點離桿子很遠 離桿子很遠 啊這就是看他自己 他自己平常習慣哪一種跑路線 然後他就是練習的時候 練習的時候 他就會用同樣的方式 他們甚至有時候會把最後幾步的步伏 會先在地上做標籤 就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會做標籤 然後他們會踩著標籤 踩著標籤去踏那些步伏 那這樣子幫助他們 可以讓他們的步伏 可以變成穩定下來 然後他們 其實他們那種優秀運動員 他們事實上肌肉都會有記憶模式 他會記住 他會記住他離桿子的時候 他最後幾步要怎麼踩 那他一直練習 反覆練習之後 他就有這個能力 所以人體真的能力是很 是無限的 是難怪那個 這個播報員講到最後 不知道要用什麼形容詞 只要說相當了得 好 女生 要打挑你的名義 你知道現在世界紀錄多少嗎? 跳高的世界紀錄 猜猜看 蛤? 男子 男子 男子當然用比較高 我們用男子 女子氣我也不太知道 男子的嘛 猜看看 猜看看啊 剛剛如果有聽到 今年最好成績是2米38 有聽到 這個是北京奧運嘛 所以是2008年 2米42 你猜還有沒有 2米45 應該還沒有破 2米45 很可怕欸 2米45 等一下 你看針鑽跳更可怕 好 針鑽跳 好 針鑽跳跟跳高來講的話 針鑽跳的高度一定比較高 因為他使用到桿子 所以他利用到桿子的能量 就是說他事實上不是只有靠人體的肌肉 去儲存能量 然後再釋放能量 他會利用桿子去收縮 然後收縮壓縮之後 變形儲存能量 然後再釋放 可是他跟人體 跟跳高不一樣的地方是 針鑽跳你必須要掌握 就是你要非常非常精準地掌握到你的 你的鑽 你的針鑽什麼時候要緩緩 所以他的困難度是很高的 他的困難度非常非常高 然後再來你看他的擺動 他事實上是兩個東西在擺動 整個運動過程當中 我們上次有講過說 他能量的轉換對不對 他會從動能轉成那個桿子的位能 然後再從位能轉成人體的重力位能 所以事實上他是有一些能量的轉換 可是這些能量的轉換 就我剛剛講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很精準地掌握到那個轉換點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動作 等下我會跟大家再分享 就是他不需要很精準地掌握到那個時間點 然後去做那個動作 而且你看他的擺動 他事實上就是兩個擺動 一個是桿子 一個是桿子 一個是人體 就是桿子的轉動跟人體的轉動 所以這兩個轉動必須要配合得很好 要不然你會變成人不知道彈到哪裡去了 人就會亂彈不知道彈到哪裡去了 然後你等下看他的那個 你等下看他整個影片的時候 你注意看他的桿子彎曲 他桿子彎曲的時候還會轉 桿子在彎曲的過程他還會轉動 還會轉 所以那個困難度真的很高 所以我覺得盛竿跳真的是一個運動項目裡面 是一個技術上講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而且他就是 就因為他的困難度 所以你看的時候就覺得哇很驚訝 居然可以跳這麼高 而且這跟跳水一樣 這種運動員 這個香味運動員他必須要克服一個恐懼 就是他必須要從很高的地方 然後倒著掉下來 你如果沒有辦法克服這個恐懼 就不適合去撐山跳 撬水你有時候還是可以往下看 撐山跳一過乾的時候 就是直接背朝下掉下來 直接就是背朝下掉下來 所以你必須要克服這個恐懼 那撐山跳世界幾乎多少 知道嗎 多少 六米多 六米一三 六米一三米 三米是那個學校運動會的記錄 一般國高中大概是三米多 現在女生的世界紀錄都已經要五米多了 五米多 而且女子撐山跳是從2000年才開始的 就比較慢 沒有那麼快 女子撐山跳是後續 因為他困難度真的很高 那2000年才開始有女生在練 女生在練 然後才開始有這次的比賽 那女生現在已經到五米多了 那我們國內男生的紀錄你知道多少嗎 我們男生撐山跳 國內男生撐山跳的紀錄 就是跟世界女生的撐山跳紀錄差不多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那個撐山跳的水準 還有進步的空間 至少還有一公尺 比世界紀錄還差一公尺 這個其實還差萬元的 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連結 不行 好 我們直接看影片 那個跳高沒有 跳高就是在那個地方 他就可以調 為什麼可以調 因為他有時候撐上去 直幹 然後最後上去之後他會踢到桿子 踢到桿子之後他就會要求把橫桿往後再移 就是內縮就對了 就往這個方向再移 可是如果下去發現他腳去就是 欸 怎麼好像夠不到 桿子還離很遠 可是他家具調不夠 不夠靠近 他就會再移動 所以他們都能夠會 只要一失敗之後他們就會去調家具 我觀察過是這樣 只要他們這一條失敗 他們就會下去要求要調家具 要求調家具那樣 所以他是很特別 他家具是可以 家具是可以做調整 而且他們的撐桿 那個撐桿都不一樣 他們都會帶好幾次撐桿 所以他會試情況去決定他會用哪一次桿子 因為每一個桿子他可能那個反彈啊 什麼特性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都會去選擇 可是很危險 因為有些桿子他事實上是 已經快斷了都不知道 如果斷掉就很危險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那個斷掉很可怕的那個 看一下喔 應該是這個吧 不是 這個是 旁邊的 好 彎曲 就這樣 這很危險喔 有沒有看到 還要只看一次 你看喔 就是看起來都很順利喔 一切都非常非常順利 直竿 好 直竿開始擺盪 然後腳抬起來 到最高的 彎到最彎的時候 他那個桿子已經沒辦法承受 我在猜他材料應該 那個桿子的材料已經 已經疲乏 他自己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 就在用 他用的時候就很容易 所以這個其實應該要有一個方法 可以去檢定說這個桿子是不是已經疲乏了 或是說像打球的人 比如說像打網球 你應該要有一個什麼方法可以知道說 雖然有時候我們用主觀可以很快的 可以知道說這個網線到底有沒有退棒 可是是不是有一個什麼方法 可以很快的可以透過一些檢測 然後可以知道說是不是已經退棒了 然後或是說拍框已經變實了 就是他的特性已經不見了 像這個就很危險 你看他用了一個已經快要斷掉了 結果彎到最彎的時候 斷掉了 那之前就真的有發生那種直接就 就插上去 那是真的非常危險 對啊 那 所以他們都要命名這種恐懼 可能會變BBQ 這個很恐懼 而且你果乾之後那個下來 那個真的是 然後我有問過 剛剛不是說有一個動作 這個地方 A到B這個地方有一個動作 他直肝之後 肝子會開始彎 那因為他有速度 所以他人會向前擺盪 他人會向前擺盪 他有一個擺盪的時間 然後才開始縮腿 才開始把腳縮起來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說縮腿 我有問過那個 就是我之前在體驗上課 然後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撐肝跳的 國內撐肝跳的 那時候他是紀錄保持人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那我那時候就問他說 你是什麼時候把腳 決定要把腳抬起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是一種感覺 他還是講感覺 他說他是憑感覺 憑感覺 那感覺從哪裡來他也講得出來 我們有去做實驗 我們有真的就有一次 有一次在我們成大有辦一個全國天徑 剛好有撐肝跳 那我就帶我的學生去拍 我們就用攝影機去拍 那我們就有去分析 我們就分析能拿到金牌的選手 結果我們就有發現他好像到特定的位置 不管你家具調在哪裡 就很特別 就是不管你家具怎麼調 不管你家具是調向前還是向後 結果不管他家具調到哪裡 他似乎是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他就會做抬腿的動作 也不管他直竿位置在哪裡 也不管他直竿的位置在哪裡 他直竿是高還是低 直竿那個角度高還是低 就都不會影響 反正他就當到某個地方 他就會腳開起來 就很特別 我們看到那個曲線就是 曲線就是到一個地方會縮起來 他原來是開著的 然後到一個地方就三條線會縮起來 也就是說後續抬腿之後 那個動作全部落著在一起 全部落著在一起 那我們不曉得 我們直覺認為是跟視覺有關 就是他每眼睛看什麼東西 然後覺得到某一個位置 他離哪一個位置 超過什麼距離他做這個動作 但是也有可能跟肝子的彎曲有關 就是你肝子彎曲會有一個反彈力嘛 他可能是感受到那個反彈力 到什麼地方的時候他做抬腿的 那這種呼吸就不知道 運動員真的很厲害 運動員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他就是那種頂尖的運動員 他就是有辦法在整個運動過程中 他可以收集到很多資訊 他這種資訊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了 不是一般人做的 他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視覺、聽覺、觸覺 他可以透過很多訊息 馬上經過他的道可以做決策 他要做什麼動作 有這麼短的時間他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那個之前我不是講過說 很多人都說什麼運動員 什麼頭腦簡單 事事發展 這句話我們要慢慢收回來 其實運動員頭腦絕對不簡單 我有講過他們之所以讓你看起來 好像好像姿勢不夠這樣 事實上是因為他們書唸得少 他們書如果唸得多的話 他絕對會唸得比你還好 唸得比你還好 這也是為什麼遺囑的球隊為什麼你會感到 為什麼台大跟城大為什麼運動表現 都可以比一般的私立學校還好 就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們的農曆趕架 可是二方面是真的頭腦還是真的有差 就是說你很會唸書的人 其實你的運動能力不會差的 不會差的 所以那種很會唸書 不會唸動 我覺得那個應該都不是這樣 你如果真的很會唸書 頭腦很好的 照理說你的運動能力是要很好的 因為你的頭腦 你頭腦在做一些處理訊息的能力是很強的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們翻山 講過還是在哪裡講過 頂尖運動員他非常厲害 他每一次的動作他的outcome是一樣的 就最後出來的performance是一樣的 可是他中間會做補償 他中間會做補償 也就是說他第一個動作不對 他第二個動作會補回來 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可能第一個 譬如說他有好幾個動作 他第一個動作不對 第二個動作補回來 第三個動作不對 第三個動作補回來 反正他就可以想辦法讓他的outcome是一樣的 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可是他中間卻有那種 他自己本身可以做調整的能力 這是頂尖選手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之前我們做這方面研究的人去看 我們都是在某一個時間點去觀察 當我們某一個時間點去觀察這個選手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他用這個方法 譬如說標槍 他用這個動作把他的標槍投出去 然後距離多少 可是當我們過一段時間再去觀察他的時候 他要投一樣的距離 可是動作完全不一樣 動作完全不一樣 動作就變不一樣了 你就會發現他事實上是本身是可以 他自己可以做調整 所以有時候你用這種選擇 就是你用頂尖選手的動作去模仿 反正他反正你沒有辦法讓你成績變 沒有辦法 就是你用模仿的啦 沒有辦法 因為他現在給你看到可能只是某一個動作 他可能還可以好 他有好幾套動作 結果都一樣 所以那個 蠻有趣的 現在慢慢發現說其實 我們已經開始在看那種運動員表現的變異性 就為什麼他會做這些調整 其實我慢慢想要去知道 我都常跟我學研究生講說 我說最終都要看頭 都要看你的答案 你要看運動表現 最後都要來看 好 撐肝家的追考 他一年的最佳成績在1961年的時候 1961的時候突然之間增加了 增加了0.53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因為在那一年 撐肝改用玻璃纖維 所以現在看到這種肝子 所以成績大幅度提升 那往年都 往年可能都是用金屬的 或是用木頭的 那就沒有辦法那麼好 沒有辦法有那麼好的成績 那這種提升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例子啊 因為運動器材 它只能成績提升 所以我都回到那個問題 撐肝掉了 玻璃纖維乾要不要盡用 要不要盡用 好 往前拍 往前拍空的材質越做越好 要不要盡用 那為什麼鯊魚上要不要盡用 對 就是這樣啦 所以那個就是 就是每一個人想法就不太一樣 你會發現說這個也讓成績提升啊 就是因為材料 器材特性 讓成績提升跟表現無關啊 因為它突然之間提升嘛 所以是跟器材的影響 那你看現在的運動鞋 越做越好啊 對不對 現在運動鞋越做越好啊 一定也對你覺得運動表現會有影響 我們講到運動鞋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啊 就是它特別對運動員做一些特殊的 客製化的鞋子 然後讓它的運動表現提升0.0幾秒 對 就跟殺魚中鞋 概念是很相近的啊 那這一鞋子要不要被盡用 這是我提出來的一些 其實大家可以去思想的問題 但是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不同意見 這個都可以 這都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說我們要去思考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結果 為什麼這個東西沒被盡 然後那個東西被盡掉 也許有其他運勢我不曉得了 因為我們知道了有些 好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網球拍 我們到時候講到網球拍 我們拍其他眼鏡 早期木頭的 然後一直到鋁的 然後一直到金屬的 到現在都是胎合金屬的一些複合材料的 你看材料越做越好 核酷子變好了 S球一直打S球 對不對 然後也開始出現什麼 開始出現往球走啊 運動傷害啊 都開始出現了 球要可以打越有power 可是運動傷害就開始產生了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一直在打S球 那這個比賽你要不要看 S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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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換邊 S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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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球 衝不到的S球得分 你要不要看 沒有 你要看 大家比較喜歡看相識球 再加上桌球 桌球早期是38 38mm 就是小球嘛 然後都是發球揭發700攻擊結束 發球揭發700攻擊結束 常常都這樣啊 那就很無聊 大家都覺得很無聊啊 一下都打完了 每次都這樣 不然就是8球接8球失敗就得分 就在看你發球跟接8球而已啊 那我幹嘛來看這種比賽 把球變大顆 對不對 21分字變11分字 21分變11分字 本來發5分 每5球換邊 變每2球換邊 就讓他相識球 所以現在變成他的國際比賽變成什麼 都在打相識球 甚至一打就推到中年台 我們講到桌球的時候 會想跟大家看這個比賽 就一打就開始推到中年台 就開始對拉了 你就會看到那個桌子好小 突然之間覺得桌子桌子怎麼變那麼小 然後球都可以很準確地打 打到那個球桌上面 好 這個都是 這個大家都沒有看過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跳高跟蹭竿跳的比較 跳高的話就是剛剛講的 是透過肌肉的彈性微炎儲存 然後再釋放 那蹭竿跳它透過桿子 那桿子當然儲存能量一定比肌肉還多 一定比肌肉還多 因為你肌肉在怎麼樣 你能夠被拉長的那個距離 一定比較沒有那麼遠 可是蹭竿跳你被壓縮的距離 一定比較遠 因為我們的肌肉是被拉長然後在收縮嘛 可是你肌肉長度就這樣 可是你感知可以壓縮了很多 所以它已經可以儲存更多的能量 被釋放 所以蹭竿跳當然就可以跳得更高 但是相對的你要怎麼去掌握到 你要怎麼掌握到那個timing 那運動也是如何 運動也是如何可以知道 他什麼時候該做什麼動作 分體感覺好像就是很主觀對不對 那沒有什麼客觀的資訊嗎 我們可不可以去搜集到一些客觀的資訊 他怎麼去從周遭的環境得到一些資訊 然後怎麼告訴他自己他要做什麼動作 如果這些東西最後真的都可以量化 甚至都可以看到他腦子裡面在幹嘛 我就說看腦部的訊號那些儀器設備 如果能夠非常非常進步 進步到直接可以偷在頭上面 那很不得已 以後可以發現的東西就很多很多了 因為現在能夠測腦部那些東西都是靜態的 就是你一定要進實驗室啊 進那種什麼FMI那種大的空間 還要怎麼隔絕 不能夠讓電視波進的那種 進去的時候都好可怕 非常非常安靜 都沒什麼聲音 只有儀器的聲音啊 然後你如果測腦波也是一樣 腦波也是要進實的 只要你一動起來都是雜訊嘛 希望那一天很快就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奧秘的東西 好 我們一樣就不休息 我們就把它上完 然後那個你要去上廁所就去上 好 那個再來這樣看跳遠 跳遠的話其實就分很多動作 那我們先從起跳來講 起跳的話基本上就有分兩種 一種是屬於POWER型的 這個是POWER就是這兩個都美國選手 早期的 那現在是 它是世界紀錄寶石人 應該是它 對 世界紀錄寶石人 它的 它在觸到這個跳板的時候 它的身體直上中心會在跳板的後方 也就是說它的駐寶速度比較沒有那麼快 所以它是 它不是利用速度 它是利用凳地的 凳地的爆發力來增加 所以你可以想像的這種跳法 它的拋物線一定會比較高 拋物線一定會比較高 因為它凳地之後產生的吹水速度比較高 拋物線比較高在空中停有的時候就比較久 就比較久 所以會飛得比較遠 只是它的跳法 另外一種就是速度型的 叫Louis 這也是美國選手 如果你有對田徑有那個就會知道這兩個人 Car Louis 他非常鼓勵 早期的時候田徑就短跑跟跳遠 而且他是目前好像連續拿世界金牌的 可能沒有人這種紀錄 你知道世界都拿到金牌要幾年 要12年對不對 是不是要12年 世界是要12年 每一屆是隔4年 所以他世界拉到金牌 也就是他12年都要保持非常電功的狀態 而且他必須 還必須要是維持非常穩定 然後必須要是比別人都還厲害 不能夠失場 在那個時候不能失場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跳遠有一個紀錄就是在八米 八米九零吧 對 八米九零的紀錄是在1968年 墨西哥奧運也是一樣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Deep Fursbury 那一個年 就是那個奧運會 也是一個美國選手叫Bayman 對 Bayman 應該是Bayman吧 Bayman 我們中文叫Bayman 然後他就是跳八米九零 那個紀錄一直到1991年才被打破 所以總共持續多久? 23年 總共持續23年 我記得我唸書的時候 我唸我高中的時候看新聞都會提到 只要每次提到跳舞都會提到說 貝倫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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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這個 大家都說這個一定是障礙 沒有人可以通過 因為他已經懸掛很久 那個紀錄已經懸掛非常久 二十幾 可是最後終於被打破了 被Paul Weill 被這個 被這個美國選手打破了 在1991年東京的那個比賽打破了 好 那 我來看一下在哪裡 嗯 嗯 嗯 上面 別塗 好 這個是..這個叫做卡路綠 Wonel I'm just seeing 卡路綠 叫做那 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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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m 91 身份量更多 890, 比较高一公圈, 加上0.3公圈 几乎8.95公圈, 这是历史的感觉 和高一公圈的感觉, 比较高一公圈 Demon figures have disappeared of the records of forever 好 事實上 事實上那個 他感覺上好像比較沒有興奮對不對 因為事實上他不是第一個打破人 因為卡路易斯在前一跳就打破了 結果說卡路易斯 如果沒記錯 卡路易斯前一跳就破貝魂障礙的紀錄 結果他這一開就贏他 懂意思嗎 就是之前他已經先破了 結果他又再破 然後他又比他還高 所以最後是他金牌 那卡路易斯王級他好像也是跳8米9級吧 差幾公分啊 才大概5公分而已耶 8米9 就是世界紀錄是8 就是那個貝魂障礙28米90 塊5公分多大 5公分等下一點點 這樣一點點而已喔 23年 23年才被打破 好 那我剛說他1991對不對 請問現在幾年了 現在幾年了 2013 幾年了 2012年了對不對 所以另外一個障礙會產生的 另外一個障礙會產生的 那個紀錄目前還沒打過 8米95 那很難了啦 那像上次我講過那個100公尺短跑那個 那個波爾他那個紀錄 9秒8 欸 9秒5多嘛喔 9秒5多 那個紀錄很難了啦 那我在猜很難 那個應該會有另外一個障礙 就是說之後應該很難找到一個選手可以破這個紀錄 除非以後會有什麼彈簧腳啊 什麼允許這種東西啦 那搞不好就會被破紀錄喔 對啊 之前就有在買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節肢的一個選手 澳洲的選手 他不是要去跑嗎 然後不是有人就說不行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課題喔 他到底可不可以跑 他到底可不可以跑 那他跑了 他如果拿到金牌 那這個怎麼說 要怎麼講 其實那個都 這個我們真的不會講對錯 而是說這個事實是一個很好的課題 大家可以去思考 像這樣子的話 你要不要讓他比 你要不要讓他去比 這個後來好像是有對不對 後來好像決定是要比嘛齁 不過還好大家也放心 他沒有拿到金牌 不過他如果拿到金牌 這家就這麼好差 好 剛剛有沒有看那個會不會他跳的時候 他空中有做一些動作對不對 這些其實都有他的道理喔 包含Landing的時候都一樣 那我們其實發現到有些選手 他事實上在做著地的時候 他事實上動作都沒有做得很確實 都沒有做 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這個是只有我們在做生物力學員 去講到這個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事實上有觀察到有些選手有做 有些選手就沒有 就沒有做得很清楚 那我們先來看他離地的時候 他離地的時候事實上他的重心 他事實上他的重心會在板子的前方 就是頂尖的跳遠的選手 事實上蹬地離開的時候 他的身體重心會在板子的前方 所以他一蹬地離開之後這個板子的用力 會對身體形成一個順時針的力矩 也就是說他跳離開 他如果不做平衡動作 他如果不做平衡動作 他可能就會向前轉 然後就會直接撲倒在地 所以他必須要做一些平衡動作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在做一個 空中會做一個這種 好像類似腳的話 類似在踩腳踏車 然後手就會一直在繞反 在繞反 手會在繞反 而且他繞反的方向是順時針 那我們講過腳動向手的概念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手是做這個順時針的轉動 你的軀幹就會做逆時針的轉動 所以他為了避免他往前倒 他就會做順時針轉動 讓軀幹可以回到直立的狀態 不要讓他往前倒 然後腳的話就會做伸直踩往後 也是一樣順時針 你看喔 你如果是伸直往後是順時針 縮起來往前是逆時針 可是因為你伸直的時候 你的轉動觀量比較大 縮起來的時候轉動觀量比較大 比較小 所以他腳這樣子 他做這種踩踏動作的時候 他事實上也會形成一個靜的 靜的一個順時針方向的腳動量 所以他會讓他手跟腳 都會形成一個順時針的腳動量 所以他會讓軀幹 形成一個逆時針的腳動量 所以就可以讓軀幹可以往後 不至於他向前倒 那等到他在空中最高點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做收腹的動作 就是收腿然後下壓的動作 下壓動作 然後著地的時候就會讓腳更往前 可是更往前的時候 更往前的時候你就要注意 你如果不做下一個動作 你就會怎樣 屁股就會下去 屁股下去去看屁股 不是看腳 因為他事實上會 現在是鋪沙子嘛 鋪沙子一下子就看到凹陷 看凹陷他就會量凹陷 比板子最近的距離 所以即使你腳再遠 你下去的時候 如果手又去碰到沙子 那全部都白費了 沒差一直在空中做這些動作 結果下去手碰到了 全部都做白攻 所以他著地之後 他為了要不讓這個身體往後倒 他的手 剛剛講過手你下壓的時候 手會向後擺 所以當他著地之後 他的手就會順勢往前擺 手往前擺就會形成一個順時 逆時針的腳動量 就可以讓軀幹產生一個順時針的腳動量 他就不會倒下去了 所以著地之後手要這樣子擺出去 擺出去的時候你的身體就不會往下掉 你就可以往前滑出去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你屁股著地 或是手去撐到地上 讓距離縮短 好 可是我們就會看到其實沒有很明顯 有些選手做得滿明顯 有些就沒有明顯 看一下 因為我那個連結都有點問題 實際要不想看 這是女生啊 好 我先看女生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則是德鋒老將 Dretchesler 來看看他這次失調 哇 相當接近七米的衝擊 我們來看看 裁判應該是局長百七 Dretchesler 這一跳是要串成績 結果他在 Dretchesler 所以此失調 跳出成績六米 Jones 就是美國 Jones Jones 百二百 Jones 不過他的著地動作就是沒有那麼好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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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100公尺、200公尺、400階 還有不知道什麼都拿到 就只有這塊金牌沒拿到 好 我們再看一下男生的 男生的有嗎? 好 沒關係 男生沒了就算了 好 那你看他整個跳遠的距離是8米0 假如說以8米02來講 他離地的時候 他離地的時候 重心離板子的距離大概0.41 飛行的距離大概7.22 然後著地的時候0.39 所以你看看起來好像這個占很大部分對不對? 可是選手之間的差別距離可能都不到1公尺 都不到1公尺 所以變成你的take-off跟landing就很重要了 你take-off的技術跟landing的技術 可能就會差到快50公分 將近快1公尺 6、70公分這樣就可以差到這麼多 所以其實除了你可以跳遠之外 你整個landing的動作也很重要 好 這就變成障礙了 變成障礙就是 先讓大家看那個紀錄片 就是這樣 所以在做歷史上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做歷史上的 非常重要的 現在一種順利 對於五分鐘 在做歷史上的 再往回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應該也不曉得他這個紀錄會這麼久才會打破 那很不簡單 那這個跟那個場地有關 因為墨西哥是一個低尾度高海保的地方 那低尾度高海保 什麼叫低尾度知道嗎? 低尾度表示靠近赤道 那你知道地球的形狀 地球的形狀是 赤道的話會離地心會比較遠 赤道會離地心比較遠 那那個時候差一點點啦 可是真的有差 也就是說它又是高海拔 然後它又低尾度 所以它那個就是在墨西哥那裡 墨西哥是那個地方 它的重力加速度事實上是比較小的 但是沒有差很多啦 沒有差很多 那那個有人去給它算 就是說它如果這些因素都排除掉的話 它事實上還是可以有8米8二的成績啦 所以這些因素事實上只讓它增加了8公分而已 8公分就夠了 8公分就夠了 就是剛剛講過那個8米95 5公分就已經全掛二幾年了 所以那個幾公分就計價 非常非常計價 所以那個量測也要很準耶 那個量測必須要非常非常準 那個都不能夠隨便的 因為差一點點就差那麼多了 那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課題 就是當初大家探討說 為什麼貝能可以形成障礙 原來就是要天職地利 但是很多它的那個條件 它地理位置的一些優勢 在那個地方是低尾度高海拔 所以居址比較小 所以它可以在空中聽有聲音比較多 而且它那時候 還有人說是跟風勢也有關 就是說高海拔的空間頻度也比較小 阻力比較小 然後甚至還有人說那時候是順風 不曉得因為沒有資料追考 那反正就是很多的條件 剛好都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那個紀錄 而且都是在規定之內 所以它就是順利行的一個世界紀錄 來一直到199月才會打破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三立跳遠 三立跳遠的話就是它比較特別 它的跳法就是分成 Hop Step 分 Jump 然後它的跳法 你就可以看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一開始的時候是同一隻腳著地 單隻腳 同一隻腳起跳 同一隻腳著地 然後再來跨步 然後最後才起跳 所以它動作基本上就分成Hop Step跟Jump 那它就有分成俄羅斯跳法跟波蘭跳法 就是最主要是這三條的分配 就是說你是要在最後一條使盡全力 還是說你要在前面就增加 就看你怎麼去用這樣 那倒是沒有說哪一種就比較佔優勢這樣 好 我們看 大家實在看 這個看影片就會很清楚看到 尤其是三立跳這個選手 他的動作 我就著地釋放那個動作就很明顯 第三跳 好 落到沙坑之後 這條顯得是相當的順暢 Jonathan Edwards 在前面兩次試跳 最好的成績17米37 他這個慢動作 Edwards 這一跳 來看看旁邊的丈量表 Edwards最後這跳跳出了17米71 納下了男子三起跳得緊 他就做得很清楚對不對 他在著地的時候這個動作做得很清楚 那有些選手就沒有 就看到他沒有做得很清楚 那個 如果學校有辦三級跳遠 通常都會把板子往內縮 因為他那個長度 那個距離很尷尬 因為那個板子的距離 大概離沙坑有9米多 那你如果是學校運動會跳三級跳遠 通常第三跳剛好要進沙坑 所以很危險 懂意思嗎 第三跳剛好進沙坑 所以很多人都一跳之後會去 剛好跳到那個邊緣的地方 所以很危險 所以學校運動會都會把 我不知道我們成大夫翻身一跳 我之前在那個學校的翻身一跳 他就會把那個起跳檔會往前移 就是讓你確定可以跳到沙坑 因為很多人生意跳跳 就跳不到沙坑 跳不到沙坑裡面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這個一樣 那這就是三個跳法的比較 你可以發現跳高的話速度最慢 可以角度最大 這就是說你到底是要跳高還是跳遠 那沙坑跳速度沒那麼快 是因為它不需要那麼快 因為它可以利用那個 桿子的那個能量來儲存 所以都不太一樣 那因為沙坑跳其實技術還有很多 它包含質感 你質感的位置 質感的位置如果歪掉的話 整個起跳 你整個起跳一反彈 就會彈到旁邊去 所以它技術上其實還是有很多東西的 那我們就大概介紹一下 好那最後還有一個時間 我就放那個 一些其他項目的影片讓大家看一下